第一个,律法中包含应许不矛盾吗? 它的意义何在? 这个问题还有这个,怎么理解人若完全遵守律法就必得永生? 我发现大家的问题好像没读书法处的问题。 仔细读书,发现问题,读不懂,再问。 曹操了了读了,连蹦呆跳的读。 你问的问题其实书里都写了。 而且非常重点的强调。 结果还问这样的问题,所以老师就觉得你有没有认真在读书? 还是只是为了写问题? 看这个态度又不像为了编问题而问。 律法中包含的应许不矛盾吗? 我们对律法的概念有先入为主的错误。 读书的时候你要留意,我刚才强调,加尔文所说的律法是指什么? 我们所说的律法是靠律法的行为得救。 也是罗马书里面常常说的,不是靠律法,不是行律法。 那这里面律法中包含着应许。 律法应许有好多,如果行全了律法,守着律法就可以得永生。 这个应许和律法本身没有矛盾。 真的完全遵守律法,真的可以得永生。 问题现实当中,没有人能遵守律法。 那有人就问了,既然上帝,既然没有人能遵守律法, 上帝为什么赐下这样的律法呢? 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吗? 上帝要透过律法作为老师教导我们影像基督。 上帝透过律法显明祂的义,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, 然后让我们逃望基督。 上帝的律法让我们带到绝望之处, 让我们不再靠自己,也不靠着遵守律法的疑问和行事, 而是投奔基督,仰望神的灵灭。 所以这个不矛盾,这就是神的智慧。 上帝赐下律法并不是因为我们能遵守, 当然这是神的心意,我们应该遵守, 是我们的本分,是完全的义, 作为人这种存在,应该活在律法的教导当中。 但是问题是人已经败坏了吗? 亚当的后裔,软弱的存在, 熟血气熟肉体的存在。 那上帝赐降的律法就是将他们圈在律法里面, 为要引向基督吗? 迅蒙的师父吗? 不光教导他们完全的义, 但是完全的义对于不信的人, 为重生的人是没有能力活出完全, 只能定罪恐惧, 让他们绝望逃向基督吗? 激励他们, 引导他们去仰望寻求逃奔基督吗? 所以它是有意义的。 虽然消极的意义是, 因着我们违背律法, 定我们的罪, 但是这不是本初上帝赐律法的用途啊, 本初赐我们的用途就是, 让我们明白它完全的义, 绝对的至高的义, 好让我们去遵行。 但是问题是, 前面也讲了, 所以只能在律法之外, 仰望基督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